不过上升木瓜的价格恐怕也要掌声响起 台南大内的木瓜最近出货量锐减 原来是气温降低也影响到木瓜熟成的速度 而其实在8月份受到了新南气流影响 当地的木瓜栽损严重 尽管当时未受损的小木瓜近期已经快要采收完毕 但是9月份新开的木瓜结果又叫往年少又少 再加上近期天气转冷 因此从12月开始恐怕会有涨价的效应 尚未完全成熟的木瓜高高挂树上 来到木瓜园小心呵护栽种心血 但眼看因为气候影响采栽出货速度 农民也苦笑不已 台南大内的木瓜出货量锐减 原来气温降低影响木瓜熟成速度 原本以前一星期可采栽出货一次 但现在的量只能两星期再采收 而其实8月份受到西南气流好与影响 当地木瓜也栽损严重 因为大水影响有的木瓜园掉到只剩两成 5到6公分的小瓜 所以11月份虽然木瓜每台仅有60元行情 但多数人依旧是没瓜可卖 尽管当时未受损的小木瓜 近期已快采收完毕 但9月份新开的木瓜结果较往年少又小 加上最近天气转冷 木瓜成熟速度受影响 因此木瓜价格恐怕将从12月开始又有一波涨价 种植木瓜靠老天吃饭 面对可能出现涨价情况 农民也百般无奈 就盼后续收成速度正常 木瓜价格回稳 借由黄不齐一谈报道 木瓜看起来